你百分之百落实了 做到了 那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院 如果再做不到 别说二十万 你拿两千万给我 我都不是我都不要你 所以真正的 微如是道来培养人才 这是当前的一桩大事 所以真真有志 来就像玄庄法司早年法院一样 语言少如来静光大法 有这样的志愿 我们会对你磕头求之不得了 我们跪在地下 恭恭敬敬 迎勤的道国学院来 没有这样的志愿 你来了也没用处 你也学不到东西 试出试法 古人常讲 从恭敬中学 那我们看看现在 国内情形我不知道 我在国外走的比较多 国外是高等学校 著名的大学 学生多半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学不了东西 真正学东西的时候 事法出事法是一个道理 烦恼亲智慧长 大臣讲求的是戒定会 中国世间法也是讲戒定会 他不叫这个名字 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从小读书 常常听老师的说明 老师在对学生的评论 某个学生有悟性 某个学生悟性差一点 着重在误化 不像现在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是记问之学 你看得多记得多 从前不是的 从前不着重你记多少 学多少 着重在你的悟性 那悟从哪里来呢 悟从清净心来 心定下来 他才会开悟化 心定不下来 那怎么可能开悟 所以《金刚经》上讲 信心清净 这身实相 实相是薄弱 那我们身在现在这个时代 本身里面的烦恼稀气很深 外面这个明文力量的诱惑 那比过去不知道要加强了多少倍 你那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 心定不下来 你的学术就得不到 你看《云光大师》 在大夫许多人向他请教的时候说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那由此可知 世出世间的学问 都是从真诚恭敬当中得来的 没有真诚恭敬 老师不教你 老师为什么不教你呢 教你你没有办法吸收 你领悟不到 换一句话说 不费精神 不是老师不教 不是老师领法 是你不能接受 道理的词别 老师没有不慈悲点 我们向老师求学 老师肯教 欢喜教你 原因是什么 你肯接受 你肯认真地学习 我们讲好学 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 所以从这么多年来 我们自己现在 也有这么大的年岁了 回过头来 细心去想想去观察 想想想自己当年求学的经过 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做到了 这个做到是从小养成 尊私中道 这个养成呢 在十岁之前 我生长在农村 十岁才住在城里面 真正的教育 是在农村时代学习的 那个时候有私俗 父母给老师教的 受的是传统的教育 私俗教育 懂得一点 尊私中道 而尊私中道 父母跟老师教导的那一幕 让我们一生都不能忘记 印象太深了 六七岁上四书 第一次上四书 四书只有一个老师 同学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一个老师 我父亲带着我 带了礼物 到学堂 那些学堂是祠堂 在祠堂里面 先向孔子的牌位 那个牌位上写的 大臣至圣先思 孔子之神位 先向孔子牌位 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古礼 我父亲在前面 我在后面跟着拜 拜完之后 我父亲请老师 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 向老师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我父亲是前我在后面 你像我父亲 对老师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老师说话 我们敢不听吗 我们父母对老师这样敬重 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 他能对得起人家父母吗 这个就是孝道跟死道 我们从这个地方学来的 所以一生对老师绝对不敢怠慢 从小养成的 现在哪有这种教育 没有了 不但你们没有见过 听也没有听说过 从前的教育 这个教育 在我们家乡 我们家乡比较闭塞 落后 至少要断掉80年 可是一般城市 至少要断 大概是90年到100年 像香港至少会断掉 150年 为什么外国人进来了 所以中国东西就没有了 越是大都市 这个断的时间越长 所以这在毕赛的农村里面 还是短一点 那我们是中日抗战的时候 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 所以有这么一点点影响 这一点影响 真的影响了一身 那么我在台湾 到台湾去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准选